一分鐘學識,橙皮增式 首先我們要把它批成一條條長的形狀出來 可以用這些批薯仔的跑 但用之前要小心 把它的邊緣收下去 然後再在中間這個位置切一刀 還有其他呢,如果你要用小刀去切一些不同的形狀的話 你可以首先在這個位置把它切一刀 然後再在這個位置,把它的邊緣收起來 好了,剃到一個像嘴唇的形狀 然後我們可以在中間這裏切一刀 然後在這個中間條線的右邊 把它切到底下,切斷它 然後讓它在後面同樣做一次 中間切一刀 然後在旁邊 把它慢慢畫一些平衡的直線 把它切斷 然後呢,另一邊呢 我們一樣這樣做 其實做一邊也可以的 不一定要做兩邊的 來吧 又簡單又容易又漂亮 裝飾你的雞尾酒 因為這些左夾了它的位置 所以它出來就會呈現比較透明的狀態 比較少空氣 但是有時候的底部 也會有傳染少許這個情況 這個時候